最後一個是跟各位講所謂的反聖異 前面是說 事到東太平洋海溫異常上升 聖異 現在就是低溫 而且異常的低 反聖異 反聖異 倒過來 反過來 反相反 那麼有一些不同的翻譯 現在中央上的統一叫做 反聖異現象 反聖異倒過來 反過來 那反聖異現象的時候 就變成就是整個就會大亂 不就算大亂 就是說變得更加嚴重 本來不下雨就更不下雨 本來不下雨就下更多的雨水 更多的雨水 所以呢 我們的印尼啊 澳大利亞就下很多的雨水 很多的雨水 然後呢聲音呢 稍微乾炭 就下太多的雨水 它會造成水災啊 什麼之類的 整個變化跟聲音的時候相反 然後呢 2008年12月的時候 中國大陸發生重大的雪災 然後呢 第二年 洪湖的漁群暴斃一大堆 我們覺得是因為大陸的融雪融化 灌到海裡面 使海的海溫降低 然後所以漁舊死俏俏 那他們那年為什麼有這樣的大風雪 我們就說是因為反聖異造成 反聖異的漁將造成 他們冬天酷寒下大風雪 然後第二年造成澎湖的漁兜死俏俏 漁兜死俏俏 OK 這有個文獻周報的 然後當然這它不是很專業的東西 所以它裡面有些敘述可能有點小問題 不過大致上就這樣看 而我們看到在這一次中國所面臨的大風雪 除了原來中國大陸的氣象官員 低估了整個雪災所造成嚴重的情況裡頭 我們特別給大家介紹 這叫做百聖異的現象 因為中國南方出現如此的大雪是很少見的 百聖異的現象 不只是出現在中國 出現在全世界 幫大家做一個整理 就在過去這一個禮拜裡頭 玻璃的壓爆發了十年來最大的水災 而阿富汗出現了十五年來最大的雪災 下了大雪和中國的水災情況 今天可以說完全一樣嚴重 美國就是出現了二十三年來最大的一次龍雪風 日本現在青森縣的地 完全是風雪大水的狀況 而澳洲也出現了南德大陸的一個大陸 結果馬上形成了下落的水災 這種百聖異的現象 按照國際媒體報道 它幾乎是從2007年的第四季開始 或是第三季左右 那麼可能會持續到2008年 而且越來越嚴重 台灣大陸的事而增加 以相反為例 他們就會看到 今年會有更多 而且是更大 過去幾乎也經過的太多 海拔在監工時的波利維亞幾乎成了一片水下災火 這是中國十年來最嚴重的水災 洪水淹沒自外多的家庭 五十多人死亡 全國五分之一村落的居民被迫撤離 無家可歸 他們的農作物附中流水 糧食暖缺 飲水也遭到嚴重污染 總統莫拉雷茲修復全國進入災難狀態 波利維亞的洪水氾濫 最回禍首是百聖異見價 也就是遲到太平洋東部的水溫異常下降 冷空氣由東往西移動 因而造成全球性氣候混亂 各地極端天氣頻傳 在東半球這邊 南亞阿富汗鎮遭受十五年來最怕雪災 數百人與傷亂頭牛羊被弄死 一月裡擠滿凍傷結石的傷患 能活著綜衣 而散是上帝之故 我兩天在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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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朋友們來救我 他們把我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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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仍然需要另一種藝術人 叫做另一種藝術人 寒鬥未盡 直到六月同座收成前 大約還有250萬阿富汗人 都在滅臨生命威脅與糧食的去危機 反正現象影響最劇的是 玻利維亞和美國地區 上限期 美國南部短短三天內 發射了五十多個龍雪峰 至少造成五十人喪生 這是美國二十三年來最嚴重的龍雪峰災 許多屋頂瞬間被風卷走 防護倒塌 各種災區滿了窗移 另外去年離至今 東哥正也頻傳暴雪災情 聯合國世界跡象組織報告指出 半身現象早在去年第三屆就已出現 並且將持續到今年嚴重以後 預計要等到下半年脫離半身因 全球天氣才會恢復正常 而今天的明報也可以報告 2007年所出現的這個百身現象 英文就是Lamina 在今年將會更趨的嚴重 自1951年人類的歷史紀錄是從1951年開始 等於是將近60年來 這一次的百身現象是發展最迅速 也對印象的情形 那麼這一次呢 它的現象會持續到今年的第三季 所以由香港的天文台預料 百身現象會使香港今年出現更多的太空 還有日來期限 對 OK 就是104年到幾 104年也是一個重大的聲音年 所以當然可以看到一個圖片 所以我們說因為聲音的關係 所以那兩半的含量更高對不對 然後聲音現象之後 通常就會出現叫做 反聲音 所以接下來我們會受到一些反聲音的影響 就讓各位能夠理解 知道我們所面臨的整個天氣的狀況 就是要告訴各位的事情 OK嗎 OK 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